大家好,有的人认为文竹很好咬 但是也有很多花友认为文竹非常难咬 不是叶片发黄,就是根式腐烂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使用四招就能让文竹生长的好,生长的旺 首先第一点浇水 我们要根据文竹的盆土干湿度来给它浇水 如果过贫的浇水容易出现根式腐烂 或者是叶片出现发黄等等的一些现象 一定要渐干渐湿的焦才能让根式生长的好 第二点不要盲目的施肥 想要文竹生长的好,快速的冒出新芽的话 我们必须要给它追肥 但是追肥的话必须要薄肥群虚 比如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竹科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是真为竹科植物而制作的 直接灌根或者是喷发页面 既能让文竹是受到养分 也能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 使叶片长得更加翠绿 第三点土壤 我们使用的土壤不要使用一些粘性太重的 或者是容易绑结的 一定要使用这种疏松透气 浴水性好的才有利根式生长的好 不会出现烂根的现象 第四点光照文竹是半阴菊物 它比较耐阴 我们只要给它散色光照就行了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